太好了,我要说得快一些,因为比尔已经做好了笔记,有了他的笔记,你们就知道如何建立这个生意了。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我光是听他说话,就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他懂得如何教人。 我们在这个生意里学到的所有知识都来自系统,对于这个生意给我们带来的一切,我们实在是非常兴奋。 对于他在未来能给我们带来的一切,我们就更兴奋了。 你们读的每一篇文章,看到的每一个电视节目,都谈到网上购物。 网上购物将会如何发展呢?哪里也去不了,只会向上攀升。 网上购物只会向上攀升,家庭式生意哪里也去不了,只会向上攀升。 统计数字说,50%的人希望拥有自己的生意,美容和保健行业哪里也去不了,只会向上攀升。 而我们正在做着这样的生意,这真是好极了。 在这个生意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配合好,天时地利人和,巨大的发展就在眼前。 你们只要兴奋起来,每一个和我谈话的人都会谈到这个生意的一切,还有这个生意带给我们的好处。 在当今社会,你如果不是网上购物,就只能排队购物。 人人都知道网上购物的好处,所以你们要兴奋起来,让人们加入你的生意,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当比尔和我刚看到这个生意的时候,我们渴望拥有自己的生意,我们渴望成功。 但是我们没有资本做传统生意,我不知道你们如何,但是在加拿大,传统的连锁经营生意至少要25万加币。 比尔以前是农夫,而我在家照看四个小孩,晚上去餐厅做服务员,我们没有25万,但是我们拥有一个大梦想。 而这个生意,属于你自己的连锁经营店,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汗水来建立这个连锁店。 你们是否知道,只要在这个生意里付出努力,无论你想得到什么,都能够心想事成?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你想取得什么成就呢? 在这个生意里,你必须列出一份清单,写下你想做到的事情。 我有一份清单,写由我想在生命里做到的100件事情。 令人兴奋的是,我不断在梦想上打勾,我已经记不清,我已经在多少个梦想上打勾了。 例如,拥有一个梦想家园,拥有大花园,为比尔的父母建一座房子,让孩子们上最好的大学,拥有一个大衣帽间,拥有一个佣人等等。 这些事情都已经实现了。 在做多少女士,希望拥有一个佣人的? 光是为了能拥有一个佣人,我就愿意把这个生意重新做一遍了。 我不知道你们如何,我家有五个卫生间,我才不想清洁他们呢。 所以,拥有一个佣人是很重要的。 你们想要什么呢? 你想向教会或者是慈善事业奉献吗? 你们一定要兴奋起来,想想自己想要什么。 不要让你的借口比你的理由更大。 我很喜欢故事。 你看到的每一个成功人士的故事,听到的每一个成功人士的故事, 他们都历经过艰难困苦,但是他们的梦想比借口更大。 我们加拿大人很喜欢冰上曲棍球。 肯·西克克是一位著名的教练,几年前,他的体重达到450磅。 你们相信吗?他是青少年连队的教练? 但是,他的梦想一直是执教大联盟球队。 有人告诉他,他的体重达到450磅, 像这么重的教练,绝不可能被选为大联盟球队的教练。 有一次,他在冰上跌倒了,好不容易才爬起来,这让他非常尴尬。 他爬起来以后,下决心减肥,不到两年时间,他减掉了250磅。 在1997年,他成为达拉斯星队的教练。 1999年,他带领达拉斯星队夺得冠军,因为他的梦想比他的借口更大。 你需要改变什么呢? 那些不纠正自己的人,只会停留在同样方向上。 你需要纠正什么呢? 你需要改变什么呢? 当你的心想去到达一个地方,你的头脑就会描画出一幅地图。 当你决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头脑就会把你送到那个地方。 你一旦理解了这一点,掌握了成功原则,以后你将会做出多大的成就啊。 你想在这个生意中成为钻石吗? 那就大步追求这个梦想吧。 并不需要特别某个人才能成为钻石。 你听过的每一排录音带,见过的每一个钻石都会告诉你。 并不需要特定某个人才能成为钻石。 所以说,这个生意如此美妙,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做成的。 朋友们,你们需要改变什么呢? 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我想使用我的大脑的全部,并尽量借用别人的大脑。 你们要拿过别人的知识、智慧和经验去使用它们。 不要自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直到今天,我每一天都坚持听一个CD, 每一天都读15分钟书。 我通常在晚上读书,我喜欢在这个时候读书。 如果我每天没有读完15分钟的书,我就不睡觉。 白天我也会读书,你们一定要读书。 你给自己灌输什么,就会铲出什么。 所以你们要兴奋起来,你们一定要树立起信念, 储备知识,为自己能去到的地方,可能拥有的东西而兴奋起来。 你将来成为什么样子,有两样东西来决定。 一是你读的书,二是和你交往的人。 我认为这两点非常重要,至少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其中最重要的是你和谁交往。 在你的生命中有两种人,一种是鼓励你的人。 你是认识这些人的,他们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支持团队的人, 另一种是打击你的人。 我们加入生意的时候,就非常享受这一点。 我早已料到有些人是不会鼓励我的, 但我也很清楚他们在生命中属于第二类型。 我用不着理会他们说的话,我只听第一类人说的话。 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我们都有两种人,鼓励者和打击者。 不要为此而烦恼,没什么大不了的。 MJ经常提到,又对产品忠诚,忠诚非常重要。 不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要按照系统的要求去做,做到百分百忠诚。 你要改变你的商铺的名字,你的商铺现在叫做你的有限公司。 你要对自己的商铺百分百忠诚, 因为产品等于积分,积分等于收入,等于梦想成真。 所以女士们,你们要兴奋起来,要建造好自己的积分高速路。 有一件事情,我喜欢经常挂在嘴边, 那就是帮助人们做到600分。 这是比尔和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对于新朋友来说,600分似乎遥不可及, 但是比尔和我在加入这个生意的第一个月就做到了600分。 关键在于教育人们,教他们如何购物。 成功的公式是,第一,向自己购物。 第二,去传授第一点。 这个生意就是这么简单,不要把它复杂化。 你需要做的事情,只是教人们向自己购物。 但你首先要做到以身作则,做到百分百忠诚。 试想一下,在夫妻关系上,你会不会对比尔说, 我只会对你百分之八十的忠诚? 肯定不会的,我肯定会对他百分百忠诚的。 所以,你们要兴奋起来,明白这个生意是如何运作的。 女士们,我要鼓励你们,你们必须要让事情发生。 你们要做出一个决定,并坚持不懈。 你们要像企业家那样。 我上过大学,没有完成学业就辍学了。 我做过餐厅服务员,做过律师事务所文员,然后生小孩。 我并不是那种典型的做生意的女人。 但是我做出决定,做我需要做的事情。 现在,我在家里经营着价值千万的生意, 我们有着如此精彩的生活方式,这实在是太美妙了。 你们想要什么呢?你们想去哪里旅行呢? 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刚从澳大利亚回来, 有多少人想去澳大利亚旅行的? 如果你建立了这个生意,会有人邀请你去澳大利亚, 教他们做生意的,所以你要兴奋起来。 你想要什么呢?是一座新房子吗? 迪尔河我觉得,光是为了给孩子们树立榜样, 就不应该半途而废,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我们会继续努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很欣赏航海家哥伦布, 他本来有很多次机会让他的船返航的, 他经历了很多次的饥荒、疾病和失败, 但是每一天晚上,他都在航海日记上写道, 我们要继续航行。 每一天,他写下他们经历的所有挑战以后, 在日记的最后,他都以我们要继续航行这句话结束。 每一页的航海日记,都是以这句话结束的。 你们一定要继续航行, 建立生意的时候,困难和挑战是在所难免的。 这个生意并不完美,因为里面有人,想开点吧。 在这个生意里,无论你想要什么,你都可以得到。 所以,你们要兴奋起来。 我知道比尔有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有请比尔。 谢谢大家,他讲的实在是太好了,是吗? 我很兴奋来到这里,我为什么如此兴奋呢? 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永远不会再有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 你们可以好好看看我们的生意模式,网上购物,以及教人们做同样的事情。 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在他的书里,把这一概念称为知识经销。 我们告诉人们,这些产品和服务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产品能直接送货上门。 这个趋势将会很快达到一个爆发的临界点状态。 我们大多数人都读了足够多的书,看过足够多的数据。 都知道,在一个社会里,当有10%的人使用一种技术,或者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普及到10%的人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爆发的临界点,爆发就会发生。 从0%到10%也许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从10%到90%就会很快发生。 我甚至不知道,在未来10年,1万亿美元的生意额是如何从真砖10瓦的大商场转移到点击订购的电子商场呢? 但这个趋势终究会发生的。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做好准备。 在加拿大和美国,有着无数的人在喊救命。 最近,你们有没有给人们讲计划,而他们是一次又一次地感谢你的呢? 有太多这样的事情在发生。 在加拿大,公司在相互兼并着,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人们被迫接受减薪。 在我生命的几十年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人们比现在更渴望机会,更渴望拥有自己的生意。 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谨记在心。 我们可能都看过,有一些投资的书写道,如果你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投资一万美元在微软公司、哈雷摩托车或是沃尔玛的股票上,它现在就值一百万了。 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这样的机遇只会发生一次。 在座哪个女孩子喜欢购物的? H&M是来自瑞典的服装名牌。 现在,它的分店便及美国和全世界。 1992年的时候,如果你把一万美元投资到它的股票上,到了今天,它的市值就是五百万美元。 我告诉你们这些,是要让你们明白,有一些事情你们不知道,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发生。 有时候,当我们给人们讲计划时,他们的想法是,他们不了解这个生意,所以事情不会发生。 现在,H&M这个服装名牌被评为为这个世界创造了最多财富的十大公司之一。 我以H&M为例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做的是服装生意,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玩意儿。 我们穿衣服也有好长时间了,关键是,这个公司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生意模式,创造了很大的利润,而且深受人们欢迎。 你们是否知道,我们拥有着相同的生意模式,它是如此合理,深受人们的欢迎,我们只需要走到人群中去推广这个生意。 今天早上,我在一本书上,读到加拿大一个冰上驱棍球员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 他可能是整个北美洲最有名的球员,他的名字叫韦恩·格莱斯基。 当有人问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冰球球员,是什么让他如此伟大时,他说, 大多数人都向着冰球划过去,而我会向着冰球将要去的地方划过去。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句话,但是这本书有点不同,里面写道, 预测未来和算命有着巨大的差别。 格莱斯基并不会向着冰球十年后要去的地方划过去,也不是向着冰球在下一场比赛要去到的地方划过去。 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会向着冰球一两秒钟以后将要去到的地方划过去。 这一个小小的优势,足以让他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冰球运动员。 有时候,你不明白的是,你只要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 就可能在你今后的生命里,在财务上,精神上,改变你的命运。 想要得到不同的结果,你不需要做出翻天覆地的改变,只需要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 格莱斯基在六岁的时候,因为没能赢得奖杯,而一路上从球场哭着跑回家。 他的父亲对他说,韦恩,不要担心,第一,并不是很多人有像你这样的爸爸,第二,你将赢得数不清的奖杯,多得我们的房子都装不下。 到了八岁的时候,他就打进了约三百个球,到了九岁,他就打了六十八场比赛,打进了超过四百个的球,得分高居榜首。 十岁的时候,因为他的成功,他在自己的家乡安大略布兰福德被贺盗彩。 在他自己的家乡上场的时候,观众嘘声一片,试想一下,一个十岁大的孩子被贺盗彩是什么样的感觉。 于是,他们不得不全家搬到多伦多,去打少年冰球。 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的球队四次登上冠军宝座。 现在,他是一名教练,在所有的体育项目中,这是最为细微的工作。 教练总是受到批评的对象,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做教练,但是他从不轻言放弃。 有一个极其成功的小提琴家,享誉世界六十年的。 别人问他为什么不休息一下时,他回答说, 我有这种冲动很多次了,但是我害怕一旦休息,我可能就不能重新开始了。 这个周末,既然你们抽出时间来到这里,我想说的是,现在正式建立这个生意的大好时机,不是休息的时候, 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观望和分析更拖慢我们的脚步了。 你不去很快地做出一些小小的决定,可能会毁掉你最好的成功机会。 我们的成功并不是很快就来到的。 詹妮斯和我在成功之前走了一段相当漫长的道路。 在座有多少朋友觉得,你们的生意还没有很快取得成就的。 当我们把它当作一项使命来完成的时候,我们的生意就可以很快取得成就。 有多少人意识得到,通过这个生意,我们能给数以万计的家庭带来积极的影响。 这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你们同意吗? 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做好准备,迎接它的爆发。 今天我想讲一些基本问题,如果我们明白这些基本问题,就会有数不清的朋友涌进这个生意。 我们需要做的是,专注于建立生意需要做的基本步骤上面。 我不想令任何人困惑。 我们欣赏那些严谨一概直问主题的人。 今天早上我在一本书中读到,伟大的圣经创世纪作者只用了442个词,就讲述了世界诞生的故事。 我数过了,我的演讲提纲一共有15页,而创世纪只用了442个词。 我觉得很惭愧。 你们大多数人都听说过,在这个生意里我们有着一个模式。 如果你是新人,在这个周末聚会上,你应该已经知道,这个生意有着一个模式。 一切都从这个生意的原因和梦想开始。 这是我们在这个生意里要时刻坚信的第一点。 但有时候,在分享这个生意的时候,很难让人们敞开心扉,说出他们发展这个生意的原因。 大多数人都专注于如何去做,而不是为什么去做。 因此,他们错过了最重要的东西。 前几天,我学到了一个很好的道理。 说明了很多人只是埋头于如何去做,而没有去好好看看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 这里有一个公式。 如果你知道这个公式的话,你不必说出来。 但我相信,一定有人不知道这道公式是什么。 这是万有引力公式。 它说明了万有引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你们都不需要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也能活得很好,对吗? 所以,我想说明这个问题,你需要好好想象你的梦想,去描述那个画面。 我们听过这两个字眼如此多次,而只会让它左耳进右耳出。 我希望大家明白,在生活中,如何做好一件事情并不总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不理解万有引力,你就会受伤。 同样,如果你不明白梦想的重要性,你也会受伤。 所以,在这个生意里,在所有系统的资料里,我们都强调这四个要素,那就是梦想,目标,计划。 接着,就是努力。 这就是做成这个生意的四个要素。 相信在座的大部分朋友都和我们一样。 当我们加入生意的时候,我们经常从错误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我们经常认为,最重要的是努力工作,而不是梦想。 随着我们对成功和获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就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着5%的人是这样看待成功的,而其余95%的人是那样看待成功的。 他们把努力摆在首位。 你们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们给别人讲述了计划后,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做这个生意要花多少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眼睛只是盯着努力。 他们不明白,这个生意完全可以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时间和财务自由,并且能够延续到将来的几代人。 德士特经常谈到亿万富翁的思维,他经常对钻石们说,你们一定要看看福布斯杂志,尤其是十月份的一期特刊,上面公布了美国四百富豪榜。 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们跟我有着相似的成长环境,你们也许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要先有钱才能赚到钱。 只有那些有资本起家的人,才能变成更加富有。 但这句话是真的吗? 大家可以看看福布斯排名前四百名的富豪。 在全美国排名前二十位的富豪中,有十九位都是白手起家的。 创办沃尔玛的山姆沃顿,在起家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钱,对吗? 而比尔盖茨只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迈克尔·戴尔,保罗·阿伦,乔布斯,谷歌的两个创始人等等。 他们都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就像你和我一样起步。 现在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你和我有机会开始做生意,并取得巨大成功。 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事情。 我前不久听了伟大的作家和演讲家布鲁斯·韦金森的录音, 他讲到在学校里我们学习ABC这些基本知识。 然后,大人不断灌输这样的观念给我们,要接受良好的教育,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然后,他们告诉我们要努力工作。 你们听过这些话吗? 我是深有体会的,我来自农场。 要知道,在农场里,从你会走路的那一刻开始,你就要工作了。 你可以做父亲的帮手,给父亲送水,等等。 这也许是为什么我弟弟直到12岁才开始走路的原因吧。 在农场的环境中,你只能努力工作,没有其他选择。 然后,我从事建筑业,一个星期工作七十、八十、九十个小时。 不管如何辛苦,我都努力工作。 到了月底或是年底,你就会感叹说,啊,我的时间都跑哪儿去了? 我赚的钱都跑哪儿去了? 我错过了所有与家人相处的时光。 正如厄尔南丁格尔所说的, 我们最终不得不屈服于现实,我们失去了梦想,失去了激情,再也没有追求了。 然后到了六十五岁以后,我们失望透顶,在穷困中离开人世。 这就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群的基本情况。 布鲁斯·韦金森说,我们必须扭转这个局面,努力工作固然重要, 但是梦想才是最重要的。 有了梦想以后,我们还需要勇气。 我本人参加周末聚会的最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勇气,来追求这个梦想。 你们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梦想呢? 你们都是应该有的,否则就不会来到这个周末聚会了。 你们都有一个梦想,现在我们要培养勇气,我们要消除恐惧, 然后我们还要建立信念,这些都是周末聚会要做的事情。 你们只要跟詹妮斯和我相处几分钟,就知道我们只是一对平凡的夫妇。 我们有四个年轻的女儿,我们的第三个女儿曾经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 那个时候,第四个女儿又快要出生了,我们不需要去寻找梦想, 我们的理由自然会上门来找我们。 如果你要抚养四个小孩,你就需要不只是两份收入,你需要很多钱,对吗? 我们非常恐惧,但我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告诉自己说, 我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没有成效,而必须做出改变。 所以,我们行动起来,我认为梦想就在眼前,我们要拥抱梦想。 前几天,我们有一个钻石聚会,斯科特·迈克尔讲到要拥有一个宏大的梦想。 他讲到,实现这样一个宏大的梦想,需要神的鼓舞,还需要巨大的勇气。 他说,如果你的梦想不够宏大,不能让自己走出舒适区,做自己不舒服的事情, 他就不会实现。 如果你们等待着雷鸣闪电般的感觉,等待着在头脑里燃起轰轰烈火的时候才去行动, 这样的时刻是不会到来的。 这需要很多想法综合在一起。 例如,我需要照顾好我的太太和我的家人, 我的退休金这么少怎么办? 如果我只能偶尔和家人见面怎么办? 挖掘这样的想法,能够帮助我们迈出第一步。 你们要有明确的目标。 这个周末聚会之后,如果你想建立这个生意, 你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写下一些明确的目标。 一个聪明的目标,由五个部分组成。 它需要非常明确,可以亮度,能够引发行动,可以达成。 并且有着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至于要付出多少努力,我不喜欢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 因为这个生意对于不同的人来说都是不同的。 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讲多少计划。 我所做的是尽可能多地讲计划。 你要尽可能多地讲计划,要尽可能多地讲计划。 如果你持续不断地努力,这个生意就会向你揭开它的秘密。 我就是这样坚持不懈地努力的,所以我不想给出一些具体的数字。 我只希望各位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几个字, 要有着永不言败的决心。 我很喜欢这句话,要有着永不言败的决心。 当你有了永不言败的决心,一万分就绝不会把你拒之门外。 如果你已经做到了一万分,显然,你的目标就是在你的小组里找到愿意去做到一万分的伙伴。 当你找到三个愿意做到一万分的团队,你就可以达成翡翠。 这就是一些你在离开这个周末聚会的时候,要好好思考的事情。 你们要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拿给你的领导人看,告诉他们,这是我的目标,我打算这样做。 真正的力量不在于话语,也不在于文字, 而在于你对你所写下来的事情负起责任来。 你把你的目标给一些你尊敬的人看,让你向他们负起责任来。 这样才有力量。 我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让我的领导人看到, 我打算在未来三十天里要做到什么事情。 有时候我会让我自己失望,但是我不会让他们失望。 所以你们要负起责任来,要做出一些承诺。 在成功模式里,第二点就是做出承诺。 德士特说,我们要承诺在三个领域里学习成功法则, 时间、金钱和人。 你们必须在这三个领域里掌握成功的法则, 要学会管理时间。 美国最富有的前四百名富豪和在座所有的朋友只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我们都同样一天拥有二十四小时。 这是我们跟他们的唯一共同点。 我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伟大种子。 我们都是一天拥有二十四小时。 我们选择在这二十四小时里做的事情, 可能让我们成功,也可能令我们失败。 鲍博·麦依文曾经做过一个演讲, 讲到了时间管理。 他解释了紧急事物和重要事物的不同。 我的人生因此而改变了。 紧急事物总是绑住你的手脚, 让你硬切不暇, 使你失去专注。 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对吗? 我们都有小孩, 每天都要上班,等等。 诸如此类的事情向我们涌来。 通常,紧急的事情是可以请别人代劳的。 但是对于重要的事情, 只有你才能完成。 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呢? 作为詹尼瑟的丈夫, 只有我才能担当这个重任。 如果我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 我就有麻烦了。 只有我才能做我的小孩的父亲。 只有我才能承担建立生意的责任。 走出去讲计划, 认识新朋友, 这是重要的事情。 大多数的时候, 你认为是紧急的事情, 放上一两天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别人可以帮你完成。 同意吗? 你们要紧急在心, 紧急事情和重要事情是不同的。 你要专注于重要事情上。 在周末聚会之后, 我们通常会想着要去做很多事情。 要去做到一万分了, 打算讲多少多少计划了, 你想做这些事情。 但是, 你的大部分时间都已经安排得满满的了。 所以, 这个周末聚会后, 你必须放弃一些事情。 你放弃这个, 放弃那个, 简化你的生活, 以便在未来六个月里, 十二个月里, 紧紧盯住目标。 每件事情都讲求时机。 詹尼斯和我加入这个生意的时候, 正好赶上了本行业的上一次飞跃。 就在几年时间里, 公司的销售额从十亿美元升到七十亿美元。 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市场的爆炸就这样发生了, 同样的时机现在就摆在我们面前。 再过几个月, 我们就会达到爆发点。 我认为我们在这个圣诞节就能够达到爆发点。 因为北美洲的每一个主要城市的发展速度 都超过了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 人们厌倦了停车场和道路的堵塞现象。 他们厌倦了在商店里排队。 他们渐渐明白, 网上购物非常简单。 他们可以穿着睡衣在网上购物, 两天后就有人送回上门。 网上购物将会成为一种潮流, 像一场大海啸一样, 像你蜂拥而来。 我在《时代》杂志读到一个报道, 里面讲到印尼的一个女孩子拯救了整个海滩的人。 她在学校里学到过海啸。 在印尼的大海啸发生之前, 她和父母走在海滩上, 发现海潮涌上岸的时候, 海水一直在冒泡, 而且海水不断地涌向岸边, 没有退下去。 她在一本书中读到过这种现象, 她大声地对她父母说, 大海啸来了, 大海啸来了。 开始的时候, 她的父母不相信, 在她的坚持下, 她的父母终于意识到, 她说的肯定有道理。 于是, 他们四处告知人们, 让人们及时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因此而拯救了几千人的生命。 在整个印尼, 只有这个海滩的人们幸免于难, 没有被海啸吞噬。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女孩子明白海啸的信号, 你们必须要明白, 在这个生意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信号。 你们在寻找机会, 人们的债台高筑, 我们做的生意是非常有优势的。 谈到对人们的承诺, 我的做法是, 把我的日程表安排得满满的, 只有这样, 我才能保证对人们的承诺。 我可以让自己失望, 但是绝不可以让别人失望。 你们也是这样吗? 如果你说好要去某个地方, 你一定会去的。 如果你在某一天心情不好, 只要你的日程表是满满的, 心情自然会好转的。 我知道, 我每次讲完演讲后, 我的心情总是会更好, 即使那个人他听不明白, 我的心情也是会更好。 我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这个生意的。 你只需要到家居建材市场, 看看那里卖的家用电动工具, 你看看那里的电锯, 上面肯定贴有一个警告语, 电锯运作时, 请保持距离。 制造商贴上这张警告, 是因为有人笨得居然会把手放在电锯下面。 你们有给这么笨的人讲过计划吗? 我就曾经给几个需要这样警告的人讲过计划。 所以, 如果人们不理解这个生意, 不要灰心。 电吹风筒上有个说明, 警告人们不要在洗澡时使用电吹风筒。 很明显, 肯定有人在洗澡时用过电吹风筒。 感冒药上的服用说明写着, 该药服用后可能导致瞌睡。 这还说得过去。 总之, 制造商贴上这些说明和警告, 是因为人们需要。 对时间的承诺, 对金钱的承诺, 对人的承诺。 现在, 关于使用系统, 你就是复印机里的原稿, 你就是复印机里的原稿。 你们复印过文件吗? 原稿有多么好, 复印件才能有多么好。 这个生意是一个复制的生意, 你做错的事情, 人们会做到百分百, 而你做对的事情, 人们只会做到百分之五十。 因此, 你一定要做正确的事情。 我写下了我们所做对的几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 对产品百分百忠诚, 来证明这个计划的有效性。 我补充一点, 你们要再多一些。 为什么要再多一些呢? 几乎每一个星期,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是每一个月, 都会有新产品推出。 这些产品能改善我们的生活。 但是, 我们以前没有用过。 在我们有能量饮料之前, 多少人喝过能量饮料的? 我本人就从没喝过能量饮料, 但它能让我的生活更好。 有多少人因为蛋白条和蛋白食品而减了几磅重量的? 我以前从来不吃这些东西, 但是我愿意尝试它们。 人们总是看见我吃这些蛋白食品, 我其实是很喜欢甜面包圈的。 我也很喜欢汉堡包。 我以前经常开车经过快餐馆, 买一份大汉堡和一份大薯条, 一边开车一边吃。 但我不想让自己变成大胖子。 所以, 我选择吃不同的食物, 做不同的事情。 这不是因为我喜欢做这些事情, 而是我想约束自己, 支持我自己的生意。 我为什么要把钱送给那些与自己无关的快餐店呢? 我想把钱花在自己的生意上, 因为它能够给我的孩子、 孙子和后代带来收入。 大家能理解吗? 所以你们要购买产品, 做到百分百忠诚, 然后再多使用一些。 因为这是聪明的做法。 第二是交往。 詹妮斯和我从来没有错过一次团队聚会和系统聚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环境, 这种环境很重要。 戴尔电脑公司的总裁迈克尔·戴尔说, 将来统治互联网的人, 是那些明白网络忠诚度的重要性的人。 我们是团队建造者, 所以我们要支持我们的聚会。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聚会上都有新人参加。 即使你没有新人, 你也可以帮助那些带来新人的伙伴。 如果你想去的时候才去, 没有志同道合的情意, 不首先给予别人支持, 不去支持公开聚会, 那么在你需要的时候, 你也不会得到别人的支持。 所以, 如果在你所在的城市有公开聚会的话, 你要全力支持它。 第三点, 录音带和书籍。 我一个月读三到四本书, 我一开车就打开CD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我希望处于最佳状态。 这个生意将会有爆炸性的增长。 它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都会迎来爆炸性的增长。 另外, 外表也非常重要。 我必须要对自己感觉良好。 我需要减去一些重量, 我需要穿上西装。 我曾经是一个农夫, 也做过建筑工人。 我不喜欢穿西装, 但是我看看台上的演讲嘉宾, 他们没有穿那些肥大的外套, 而是穿潇洒得体的西装。 记得有一次,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件西装穿上, 配上褐色的皮靴, 去参加公开聚会。 这双皮靴, 我花了八百美元, 非常不错。 我自己觉得非常酷, 但是搭配起深色西装, 就不怎么好看了。 所以, 我必须改变我的外表, 要穿着得体, 适合生意场合的服装。 要勇于承担责任, 你们要找到一个导师, 在未来两年内, 把自己交给导师手上。 对他说, 我以后都听你的教导, 我把任何其他想法和情绪都抛开, 在未来两年, 完全按照你说的去做, 把你的人生交给专家。 成功并不是一种天生的权利, 你必须赢得它。 还有几分钟, 我想简单讲讲行动循环。 我们已经有不少专门讲解列名单的资料, 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讲了。 关于名单, 我只是想补充一点, 那就是, 手机是你的一个强大工具。 现在的人们很容易就在手机电话里, 存有五十到一百个名字。 你要把这些名字找出来, 写下来。 如果你不把他们手机里的名字写下来, 他们的名单就只有四五个人, 所以你要把手机里的名字找出来写在纸上。 你们推荐对象肯定会说, 我的名单已经在手机里了, 不用写下来了吧。 不行, 你要遵循这个生意的基本原则。 你们多少人听说过, 一定要写下来这句话呢? 我们有手机这个新工具, 让我们很方便地存放这些名字。 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用写下来, 我们一定要写下来, 写下来因为这是很有威力的。 然后你才能过滤名单, 你不可能在手机上过滤名单, 你把这些人分类, 把他们分为优质名单和普通名单, 看看这些人住在哪里, 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 然后才能走出下一步。 然后是接触和邀请。 当你在学习和交新人的时候, 有一些语句很有用, 要使用它们。 不要因为这些语句不是每一次都有效, 就以为它们没用, 它们是有用的。 下一步就是讲计划。 查克·戈斯克尔有一个CD, 叫做《讲最好的计划》, 是一个非常好的CD。 它讲到五个步骤, 第一是和人们交朋友, 第二是找到他们的梦想, 第三是推崇你的团队, 第四是讲解计划, 解决人们的问题, 最后是留下一些问题给他们思考, 你们要重新学习那个CD, 在去讲计划的路上, 你要确定好当晚要做的五件事情, 把它们写在你的记事本上面, 时刻提醒自己。 说到讲计划, 你如何讲, 比你讲什么更重要? 你要有正确的态度, 在去讲计划的途中, 只要是能令你兴奋起来的CD, 你都要听。 我很喜欢布莱德·德哈文说的一句话, 你要说得更大声一点, 更自豪一点, 你要振作起来, 人们迟早会加入这个生意的, 不是加入你, 就是加入别人。 所以不要错过任何机会, 讲简单的计划, 引导人们做出简单的决定。 如果你参加太多的公开聚会, 有时候你讲的计划会显得比较冗长, 因为我们这里听到一个好的说法, 就放进计划中, 那里听到一个好的说法, 又放进计划中, 很快, 我们的计划就会变得越来越长, 你们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几个月前, 我去听了一个计划, 一个新伙伴问我, 能让我来讲计划吗? 我已经把你讲的计划背下来了, 我答应了, 他的确把我的计划全部都背下来了, 但是太长了, 太多例子了, 我都睡着了, 我告诉他, 里面的信息过多, 会把推荐队向下跑的, 你还要发挥第三方的作用, 如果人们无法得到一些东西, 他们就会更想得到, 如果是他们亲口说出来的话, 那总是真的, 所以你要让人们认同, 当人们认同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就是可信的, 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所说的, 所以是真实的, 如果是你说的, 人们有时候就不会相信, 另外, 你要明白到, 我们在寻找一些拥有某些素质的人, 有多少人知道, 讲计划其实是一次面试的过程, 你要让推荐对象感觉到, 我们在寻找着一些有素质的人, 很多时候, 我们好像是在求他们加入, 我并不是说你们是这样做的, 但是, 我自己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你要让他们感觉到, 你是在考核他们, 如果他们不符合你的条件, 那你还有很多其他人选, 你虚心好学吗? 你有没有意识到, 迄今为止, 你学到的知识, 只是把你带到了现在的位置上, 如果你想去到更高的地方, 如果你想得到更多, 你就要更多的学习, 我还要成为团队的一份子, 我需要成为系统的一份子, 不断学习, 不断成长, 我也需要得到激励, 讲计划时, 我就是这样打开话题的, 以前讲计划的时候, 我感觉到总是很难打开话题, 后来我意识到, 我可以问人们, 他们是否拥有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大部分人都会说没有, 然后, 我就可以打开讲计划手册, 指出上面的九大激励因素, 引导他们去思考这些事情, 这样你就可以让自己的计划讲得更好。 下一步是跟进, 去做跟进吧, 没错, 人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做这个生意最难做的部分, 那就是接触和定力约会, 他们花钱给汽车加油, 抽出时间去讲计划, 留给推荐对象价值几十块钱的资料, 但是, 当他们走出门时, 却没有定好跟进的时间, 然后, 你们拖着疲惫的身躯, 去到推荐对象的家里, 想碰碰运气, 看看他们在不在家, 如果他们不在家, 你就恨不得破门而入, 拿回你的跟进资料。 然而, 当你定好跟进约会,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所以, 你要当场就定好跟进。 我经常对我的伙伴说, 除非你定好在24至48小时内的跟进约会, 否则不要送出去你的跟进资料。 如果你让推荐对象明白跟进资料的重要性, 而他们也乐意接受, 你就可以说, 我们得定好在24至48小时的下一个见面, 我才能把这些资料留给你。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 就可以促成一次成功的跟进。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让人们加入的, 我们已经让成千上万的人加入生意了, 每一个月有着数以千计的人加入我们的生意, 让人们加入并不是问题, 让他们正确起步才是获得成功和胜利的关键。 如果你的小组成员都已经懂得如何正确带领人们起步, 你就无法阻挡了, 大家同意吗? 你是肯定可以让人加入这个网络, 享受购物乐趣的时候还能省钱的。 这根本不是什么高科技,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带他们正确起步, 这样他们才会明白他们手中掌握的是什么。 这就是迈克尔·戴尔所说的一个忠诚的社区。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社区, 但是除非我们有着一个忠诚的社区, 大家都齐心协力地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是赚不到钱的。 你还要制定一个策略, 在建立生意, 建立深度的过程中, 以前我有着一个习惯, 我替谁讲计划, 就把责任推给谁身上。 要明白, 如果你在讲计划, 你就有责任把事情做好, 你自己要定好跟进时间。 如果你的伙伴能跟你一起去做跟进, 那当然很好了, 你可以教他, 他可以不断地学习, 但是你自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好了, 今天我不知道我是否传递了我想传递的信息, 我们确实处在一个火箭发射塔上, 这个生意已经准备好发射了, 它会很快取得爆炸性增长的, 你们只需要把基本功做好, 我希望你们今晚能领略到我的精神。 詹妮斯和我衷心希望你们能成功, 你们只管走出去, 建立这个生意, 我们爱你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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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